纽西兰一名渔夫出海捕鱼 试图捞起一条马铃鱼的时候 竟然被沉重的鱼拖进海里 他落水漂浮了整整23个小时后才获救 而帮助他脱离险境的 就是手表镜面的反光 引起了附近渔船的注意 威尔弗兰森落水时没有穿救生衣 而且渔船越漂越远 他只能在海面蹬着双脚维持福利 直到三名渔夫看见了他的腕表反光 才将他救起 大难不死的他上岸后还是发烧了 而且关节也有僵硬症状 这次意外的教训 就是让他赶紧寻找合适的材料 为渔船加装防护栏